好,那在影片编辑来讲 我自己的做法我通常都会分两区 有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影片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照片的部分 有哪些编辑的功能 我们再回来看影片,好不好 那照片的话呢,同学已经看到 我刚刚是教你们用资料夹的方式 你可以建一个纸资料夹 那如果你要回到上一层 同学们只要按箭头往上点一下 它就会再回到上一层去了 这样听懂意思吧 那或者是,假设这个旅游相片 你也想来做一些整理 你也可以点一下建立子资料夹 好,这是旅游的 好,那一样的 它就会多了一个旅游资料夹 这些啊,你可以这样子拖 按、拖、放 按加 知道了,再一次哦 Shift,把它们都点起来 按住拖到旅游里头 其实是移动资料夹的意思 按、拖、放的意思 这样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用资料夹来做整理 会比较方便 要不然你们实际真正在做的时候 哦,真是混乱 那个素材多到跟什么一样 会比较乱哦 好,那你可以再为同学的影片 再多一个资料夹 一此类推 好,那我们先看照片的部分哦 好,那刚才你们拍的照片 这应该已经是非常的完美 好不好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就是在旋转嘛 好,假设 假设呢 我想把一张照片放进来做呈现 好,那我们看照片有哪些呈现方式 来以这张好了 这是他们在教学的时候的画面 对不对 好,假设这张我把它拿下来用 好,那放进来之后呢 针对照片来讲呢 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各位旋转嘛 有错误的时候 左旋或右旋 你要自己去做调整 好,像针对这张照片 我把它摆进来 那这个其实是一点 这种照片其实有一点 类似是意念型的东西 它不是让你看清楚用 它就是一种意念的传达 好像就是教学那种过程 那种感觉而已哦 所以同学们 你可以让它变成艺术风格 你可以让它变成浮雕 效果 什么笔刷 什么之类的 很漂亮的一个效果 当底图拿进来做一些 意念式的呈现方法 比较不一样哦 好,怎么做 点选这张照片 而且记得它把它拉下来 在下方的脚本区哦 选择编辑图片 在微力档里头有个功能 可以跟照片编辑有关的 叫编辑图片 同学们可以点选进来 点选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 好,你的微力档就会不见了 然后呢 另外会跑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叫Photonaut Photonaut是附的 附在微力导演里头的 那这一个Photonaut的工具呢 是可以让各位调整照片的一些 包括它的画质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那前面这个我们等下再来看 上方这个区块是大功能 主要大功能 假设我点第一个写女帮这个点下去 好,这是修正功能 所以这三颗是它的直选项 我点这个黑白这两个特效点进去 有六个特效 这样知道意思 所以点了有功能设定 以此类推 那我们先教这个最简单的特效怎么做 我喜欢这张照片 但是我不需要让这些人看得太清楚 好不好 因为它有晃动到 有没有 它有晃动到 其实人家都会觉得 这张照片好像是拍坏掉的 那我们来救他一下 怎么做 这里有一些像油画 铅笔素描 你只要点进去 要等一下 像因为照片比较大 我们刚拍的时候是拍三千多 很大一张 所以同学们可能这边会等比较久 好 等它跑完之后呢 这一张照片就会变成铅笔素描了 好 所以你看 它那晃动的感觉是不是有 看不太出来了 对不对 就好像是正常一个人站在那边的感觉 好 那如果你不想让大家看得太清楚的话 你那个笔锋的长度跟刷子大小都可以微调 这边都可以调 这样拉 拉就好了 我先帮你们把那个照片缩小好了 因为太大张 等的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你们等一下先做大小调整 好 这里 这里 最后一个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因为你们电脑可能会跑不太动 所以建议你们先调 但是实际上是真正在作业的时候可以不用调 因为我们影片如果要打出去看 有时候会需要比较好的画质 就建议同学们不要调 放进来就可以 但是因为我现在怕你们电脑等一下跑不动 所以按一下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的意思是可以针对它的百分比或像素来调整 你看拍完的时候是三千多成两千都很大 那我们电脑中看的话1024768就够了 所以我这边打1024或一千也OK啦 不一定要这个数值喔 然后记得维持宽高比要勾起来 维持长宽比例 你打一个宽高度才会自己做变化 好套用 它就缩小 那缩的有那么小吗 没有啦 因为现在是25% 你可以加号看 放大放大 还OK啦 放大就可以了 所以建议同学们进来先缩小好了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不用缩 是因为这边机器跑不太动 好 那我们缩小之后再回来特效 来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加了铅笔素描了 所以你在点的时候速度就很快了 有没有看到 差很多 那你可以让它比风多一点 所以先缩小再跑还是有差 抓紧大小 好调完之后呢 这一张照片就不是让人家看清楚了 它只是一种感觉 可是太黑了对不对 小姐你的脸都看不到了 所以如果你套布好 你可以重设 知道意思吗 重设 好 假设我们用这样就好了 好 设完之后呢 我就按档案的储存 好 它不会问你挡名 不会问 因为它会直接另存心挡了 你就叉叉按掉就好 叉叉按掉 好 那回来之后你看哦 这一张原图是994 它用这一个 这张原图是放在学员照片里头 做完之后它名称一样哦 但是它的路径不对 它放在我的文件夹了 它有帮你做一个另存心挡的动作 存到预设的我的文件夹 所以下方这儿呢 这张照片就变了 就不是刚才的那一个彩色的照片 就变成是加上铅笔素描的一个效果 好 所以这是它里头所附的特效工具 可以这么做特效的部分 再来哦 例如来像这一张好了 我们再做两个特效 总共两个再让同学们来练习 以这张照片来看 小朋友未成年现在可以在电视上公开出现吗 不行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让它打马赛克 好吧 我们教那个小朋友脸上打马赛克 所以我们一样的点照片 按下编辑图片 进来之后呢 来我们Foto号打开哦 好 那建议同学一样的先做调整大小 因为这边机器会跑不动 所以像素我们这边打 宽高比要勾起来哦 假设我打1024 好 套用 它会缩小 那你这个可以加号 放大一点 好 马赛克在哪里呢 来在这儿 刚才的特效 油画笔刷这个直接套就好 这些都是直接套 整张都会变 来马赛克是局部的 所以你点马赛克 它会有一个框框 框住小朋友的脸 然后缩小 它就不会出现了 这样知道 那框住它之后来 下方有所谓的方块大小 如果你方块变小 那个马赛克油马跟绵马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颗粒小 所以看了就会很清楚 你看小朋友是不是很清楚 好 那如果我用放大 颗粒大 就会模糊掉了 这样OK 好了之后一样的 先存档或关闭 或者是关闭的时候 它问你要不要存 是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圆档一样不变动 我刚忘记套用 马赛克每次都会忘记这一个 每次都会忘记 我每次都会忘记这个 当你框住之后 有没有 一定要按套用 它才会粘上去 然后出现第二个 知道吧 一定要套用 每次都会忘记 好 拆拆掉 是的 回来之后 你看它就是有马赛克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圆档不变 然后你看到的脚本具上的照片 就会做变化 好 所以这是特效 如果你需要有特效的时候 以及调整大小 这个先练习一下 来 OK